转眼间,中国传统兔年春节进入尾声 今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热闹登场 人们在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中吸引佳节 元宵佳节将至 各地精彩分城的民俗盛宴近日轮番上演 在安徽宣城文昌镇诗田村 一场融合了猜灯迷、赏民俗、逛集市、看烟花的系列活动 吸引了众多村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 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河南永城 人们在元宵节除制作彩灯外还会蒸面灯 从揉面到成形、点睛 一块块面团经过巧手揉捏 转眼间就变成兔、鼠、龙和牡丹花等各种微妙微笑 栩栩如生的面灯 寓意着人们对人寿年峰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重庆 人们时常在春节假期元宵佳节欢聚一堂制作汤圆 与此同时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孩子们在减指等非宜庆祝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 当地的节日灯展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赏灯 在河北石家庄的民间花卉展演现场 各个特色民族文化展演方阵沿路进行表演 摄火方阵作为当地的特色民间文化艺术表演形式 以及方块的古典、铿锵的螺声、多彩的服装、利落的武打动作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表演者们身着多彩服饰 为仅千名游客带来精彩的传统央歌等特色舞蹈表演 而在杂技之乡河北无桥县 表演者娴熟的动作和高超的技巧 为观众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表演 在山东省昌乐县 打鼓舞师等传统民俗文艺表演让人目不暇接 人们在传统民俗盛会中拉开元宵节的序幕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